iPhone 13或减产1000万部 芯片短缺问题击中苹果 智东系10月13日消息 据彭博社员引消息人士称 全球芯片短缺问题严峻 苹果iPhone 13系列产量可能缩减近11% 约合1000万部 彭博发布报告显示 最初 苹果计划在2021年最后三个月生产9000万部iPhone 由于博通和德州仪器的芯片供应问题 苹果无法获得足够的零部件 以满足iPhone系列生产目标 导致苹果iPhone外扣扣等系列交付时间大幅度延长 但在芯片供应链颇具话语权的苹果 也在努力应对严重破坏 全球各行业的供应中断问题 此外 在半导体产业全球化的背景下 此前其他科技公司对芯片进口依赖较较大 为了减小进口依赖 科技公司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能够有效缓解芯片短缺问题